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政府的聚会 而与此同时呢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人民民主联盟的支持者 也就是支持县政府的黄山军 也前往你柬埔寨有争议的 百威下次地区进行抗议 要求捡军方撤离他们的军警 那么泰国局势再度紧张 现在我们就连线 本台驻曼谷记者王宇国 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宇国你好 你好张宇 宇国从你下午的报道当中 我们了解到 在红山军聚集之后呢 曼谷下起了大雨 那么现在红山军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呢 这一场大雨呢 应该说对红山军的示威 特别是人员的聚集呢 没有产生特别大影响 那么在下午啊 大概是当地时间三点半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四点半 大雨停了之后呢 红山军聚集在这个 武士王广场的这个示威者的人数呢 已经超过了一万五千人 其中呢 红山军的还在前三位的 那么领导人呢 像雷拉 贾珠蓬 还有纳塔乌都已经到达了现场 那么红山军的这个 主要领导人 纳塔乌就表示了 今天的示威行动呢 不会延期 也不会采取暴力的手段 那么会在20号的凌晨呢 如期结束 但是目前呢 我们还没有收到更新的消息 特别是红山军是不是就会放弃 对总理府和这个 丙平村拉暖住所的包围的行动 所以呢 目前呢 还要需要观察 在泰国政府方面呢 我们刚刚呢 拍到了泰国总理RB10呢 出席当地的 华人华调七千人组织的一个 庆祝新东国国庆的 60周年呢 这么一个大庆的活动 从RB10的表情来看呢 还是点轻松 这一看得出呢 泰国政府呢 对冰菜的传承友谊 非常重视 也同时也说明了今天下午 在曼谷的这个局势呢 还是处在 政府和军警方面 可以控制的三维之内 主持人 那么目前 黄山军的行动 有什么最新的动向呢 他们对泰国目前的局势 产生了什么影响吗 今天下午呢 黄山军呢 在前往百威下寺 有争议的地点 示威的时候呢 那么受到了这个 军方和当地民众 军方呢 有1000多人 那么当地民众的 有500多人 受到了这些人事的阻挡 那么黄山军呢 一度呢 停下了脚步 但是后来呢 在下午 当地时间的 两点钟左右 那么他们冲过了 警方和军方的封锁 那么直接呢 又向百威下寺方向前进 但是呢 又受到当地村民的阻拦 后来一村民呢 发生了这个泄斗 那么据说呢 有十几类村民的负伤 后来呢 阿丽石总理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 就指示当地的 这个当地的第二军区的长官 还有警方的负责人呢 与洪三军呢 龙老人呢 展开谈判 但是现在